我们常听到别人说 我发誓绝不再犯 或者说我发誓怎么怎么怎么 而佛教徒呢则常常说 我发愿要做什么事 或者说我发了一个愿 发誓跟发愿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 发愿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发誓有发好的誓有发恶誓 在发愿的话大概都是好的愿 许愿一定是许的好愿 发誓往往发独誓 发恶誓 因此誓和愿有一点不大一样的 也可以说有点相通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青年男女或者是一对男女 这个互相的许愿呢也发誓 说男的说非这个女孩子不娶 这个女孩子说法愿呢 除了这个男孩子不嫁 非军不娶 非军不嫁 像这样子的一种誓就是山蒙海誓 这个是蒙誓 那也可以说是法的誓 也可以说是许的愿吧 但是呢也有的人呢就发多誓 发恶誓 说某某人呢是那么的坏 我这一生呢如果不把他杀了的话 我不是人 我这一生不杀他 我下一生做了鬼我也要杀他 这个就是发的恶誓 就是为了报仇 为了报怨 而发这种誓 有的人呢 要完成一桩誓 希望啊 自己一定达成这个目的 不管 这个目的是多么的困难 甚至于是根本没有希望 也发这么一个誓 说我一定要怎么做 不做到这样子的话 我不活了 我就死给你看 谁个也是发的恶誓 如果搭不成目的就死了 要死给谁看 死给人看 这个都愚蠢啊 因此呢有的人呢 要自杀 他是一次一次的自杀 人家怎么救他救不回来 救回来的第一次 第二次又去自杀 再去救第二次又自杀 到终究他会自杀 为什么 他这发誓要死啊 他这个发的这么一个誓 狠誓 独誓啊 他这就是要死 那么像这种誓都不是很好的 这本人叫发愿 就叫发誓 还有就是读诗诺诸咒 那都跟这个诗愿有关系 这个都跟诗有关系 可是呢 也有法诗啊 叫做诗愿连在一起的 那这个中国古代呢 在随朝的时候啊 天台中的有一位大师 叫做会诗禅诗 他就有一篇文章 叫做发誓愿文 或者是立誓愿文 他的誓愿是要如何的修行 如何的推广符法 如何的使得自己呢 能够啊身心能够清静 能够持戒啊清静 这个誓愿很好啊 还有发愿呢 我们叫做许愿 到庙里去许一个愿 这个希望能够赚多少钱 或者是希望完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心愿啊 来许愿啊 什么心愿呢 就是希望发财 希望升官 希望考试考几个 能够考取什么 这样子的时候 说我如果考取了 如果我完成了 那我就是来还愿了 还愿怎么还发 有的人呢 就是跟神像装金呢 有的人呢 卷赌烧香油钱呢 那么这些也可以叫做许愿 这种都是小愿 都是自私自利的愿啊 可是呢 真正的修行的人 真正的是佛教徒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这种许愿 那也是 就是许愿哦 就像地藏普扎讲的 地愿为空 事不成佛 这也是法律师 这个法律师愿 就要比说我能够完成一样什么目标啊 我在许一个愿来做一样什么事 这个愿完全不一样啊 一个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智力的目的 而许一个什么愿 另外一个呢 不是 而是呢 就是为众生 为他人 为无尽弃的未来 许一个大愿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有十二愿 要是佛有十二愿 还有 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 还有 这个普贤菩萨有十大愿 那都是讲的愿心 还有呢 凡世的佛教徒 如果你是一个大圣的佛教徒 是希望学习佛的精神的 希望学习菩萨精神的人 要发四条誓愿 哪里四条呢 要度一切众生 要断一切烦恼 要学一切佛法 要成无上的佛道 这四红十愿 是基本的愿 法的都是呢 要度众生 为了度众生 也要断自己的烦恼 如何的度众生 如何的断烦恼 要学佛法 这度众生是慈悲 断烦恼是智慧 慈悲和智慧 完全旧经的时候就成佛 这个是无限期的未来 自己的前途是 无限的无限的未来 那一般人讲的诗愿 在法的诗有度诗 有恶诗 有好诗 法的愿呢 是有小愿 而是为智诗的愿 我希望诸位 能够发菩萨的愿 发成佛的愿 要发度众生的诗 发利益他人的诗 那你自己一定是 利益最多的人 如果是仅仅 发一个小愿 自私自利的愿 那你的利益 不仅仅是暂时的 而且是很少 很小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